官方說法是說因為他們的照護人員都確診 無法照料那些沒有確診的住民 我將我爸爸帶回家自行照顧 如果我沒有帶回的話 他要送去醫院 然後跟我要一天八千塊 爸爸在護理之家好好的 28號卻突然被通知機構內爆發群聚 好消息是爸爸陰性 但壞消息是爸爸不能住了 要家屬自己來接他回家 我已經清場測空了 我們要去隔離了 12點12點你還沒有來 我們要送到頂口長跟一天八千塊 安置問題抛給住民家人 要他們自己想辦法 但沒說可以退費 也沒給補貼賠償 曾先生批評 形同一隻羊被拔兩層皮 曾先生自認倒楣不求退費 但判護理之家能出面說明 而面對家屬疑問 機構負責人已讀不回 曾先生也說自己並非個案 網上爆料後 其他網友紛紛私訊他 說自己的家人也是這樣被請回 還要求回去前強制要做PCR 對此遭投訴的護理之家 截稿前沒回應 桃園這間護理之家共20多位確診 據長照機構著名SOP有三方案 除了原機構就地隔離 或請家屬自行帶回 評估有需要可申請送往其中檢疫所 但都不需額外付費 機構說的八千塊依據哪裡來 衛生局將再找機構說明 若屬時恐怕違反定型化契約會被挨罰 TVB先生張敏如宣彤 桃園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